焦点转向美国 美国白宫星期四针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罗姆尼新的能源创造就业提议 做出回应 白宫说 共和党的能源政策集中在石油与化石燃料 奥巴马总统则提倡国内能源生产的所有选项 包括石油与可再生能源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23号 提出开放海上石油开采 给州政府更大权限的能源提议 他誓言 这个方案将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 并且在2020年之前达成能源独立的目标 不过 白宫回应说 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的能源政策 增加可再生能源石油天然气的生产 并且降低对外国能源的依赖 白宫发言人卡尼说 共和党的能源方案本质上以石油为主 几乎完全集中在石油和化石燃料 奥巴马总统则提倡各种形式的国内能源生产 包括石油 天然气 核能 以及风力与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这是30年来的第一次 另外 共和党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 美国国安部门指出 无政府主义者可能策划活动 对此 白宫表示 执法单位会密切关注相关的安全措施 以上是美国之音 非裔OA卫视记者张荣香的报道